我是温哥华的Dr.George 这一套电影是为大家介绍一套新的太极拳 以改善姿势、增强、平衡和神经反应为目的 就和以前那些以武术和技技为主的有分别 现在流行的大部分太极拳808式甚至是24式 都是来自杨家太极的杨老蝎 虽然他是学自陈家 但是杨老蝎是以出手商人注明的 所以他那时候叫做杨武迪 他不是以健康注明的 也不是以长寿注明的 他和他的儿子和他的孙子都不是很长命 也不是很健康的人 吴家太极拳也是很流行、很有名的 吴监全师傅是以柔化注明的 他这招下世很少人能打得到他那样 但是从医学来看 太极拳的膝头过来打拳就是最容易伤膝头过 那作为医生的我就整天都见到 在临床上见到那些人的膝头疼 就是原因就是他们的马步阻得太低来打拳 古人练拳目的就是为寄击和伤人 那我们现在的目的就不是为寄击和伤人 就是没有必要马步阻得太低了 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 人的上肢是不像动物那样 不用负重的 所以就很轻盈 但是也很单薄 所以就是很多人因为要低头工作 好像看那个手机电话 尤其是近期的那些 就是看电脑那样 那个头就很多很多人的头都是向前倾的 这样这套电影里面介绍的遗见太极 就是很多合掌的动作 那个合掌就是可以增强那个头颈的势 还有古人也有说 他说你常常以双臂触手就会懂境的 这个是古人的经验 接着就是由蔡奋建师傅 带着他的徒弟James示范 和讲解他那套遗见太极 James就是得益遗见太极 一些改善的姿势 那么你可以比较他现在的姿势 还有他2007年上传那套电影的姿势 你待会比较 你就可以知道这套太极拳 为什么会改善姿势 它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那么身体就变得虚无了 那些脚呢 凡是动了的时候呢 当然是脚跟起先 是千边一律的这些规律 这个是大自然的规律来的 千边一律的 曲的时候呢脚尖向下 为什么呢脚尖放开了 OK 一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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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尖起先 OK 我们在内心里面做功夫 就是我们的感觉上做功夫 为什么要脚尖起呢 因为这样才要尽 脚尖起先 继续在这里 一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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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呢 我们要脚尖起先 所以不要想着什么 没有想着的 一路去到脚尖 脚尖向下 如果你想 你想你的脚尖快 你可以停在这里 身体产生了vibration 一路去 你是不是把脚尖戴上去 脚尖上去 脚尖起先 脚尖起先 动到脚尖起先 这地方 不要动 不能动 但就是害肥 脚尖起先 第二个地方 你不要动 脚尖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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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去 脚尖起先 脚尖起先 行不行 一會就在這裡 好,這樣做 再一次 再一再 不稍制 不要动,让它自己 不要动,让它自己 不要留乱 不要动,让它自己 组合 准备 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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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